2022年 人间佛教经典食堂课 一场学者与行者的对话 即将展开 人间佛教经典食堂课 请听学者与行者的对话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吉祥 欢迎您收看由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制作的 2022年 人间佛教经典食堂课 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九堂课 维摩洁经的华尔观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永妇法师 以及龚俊教授两位语坛人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永妇法师 永妇法师相信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了 现任香港佛光道场主持 同时也是港澳生总主持 他曾经担任过佛光山丛林学院的学部主任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 佛光山凡辈赞颂团团长 以及各寺院道场的主持等 永妇法师非常热心佛教教育 擅长奖经说法 借会遗轨 净土法门等 尤其凡辈唱颂音声美好 可以说是度众无数 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永妇法师 主持人 龚教授 以及线上的各位散知识 有缘人 大家吉祥 谢谢永妇法师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龚俊教授 龚俊教授现任广东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山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龚教授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佛教思想史 以及中国哲学史 并且在禅宗思想史 大乘起信论研究 佛教哲学等方面的著述都非常丰富 尤其关注人间佛教的发展与研究 我们现在请龚俊教授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让我们欢迎龚俊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大家好 谢谢龚教授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唯魔结晶的不二观 相信很多观众对唯魔结晶都不陌生 在佛教的经典里 唯魔结晶可以说是少数以在家居士为主的大乘经典 这部经呢既有哲学思想 又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文字优美 有故事 又有戏剧的张力 是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经典 西云大师曾经说 在佛教里我最喜欢的是唯魔居士 这让我们不禁要问 那唯魔结晶到底是怎样的一部经典 唯魔结晶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简单来说 唯魔结晶主要讲述的是中印度 皮耶利大乘中的长者 唯魔结晶世和身文弟子与菩萨们 共同讨论大乘菩萨道的思想与修行法门 可以说唯魔结晶是大乘佛教 以及中国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经典 它倡导的唯心净土思想 影响了天台宗 华言宗 还有禅宗 今天我们也要共同来探讨这个部分 也就是唯魔结晶对佛教思想内容 以及佛教发展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要请教龚俊教授 龚教授是否可以请您跟我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 唯魔结晶的思想特点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确实唯魔经在汉传佛教的思想当中 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 我也非常的赞同 刚刚您讲的星云大师说 他非常喜欢唯魔经 我阅读中国佛教的顶级里面 我也非常的喜欢这部经 也读了好多次 觉得里面的思想内容非常的丰富 在中国特别是在魏晶南北朝以来 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一部经典 我们今天来讨论这部经典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唯魔经他的思想特点来讲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这部经典的影响之大 他在中国的翻译就有过七次 当然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 只有三个译本 而且关于这个译本 在中国佛教的思想史上 他的著书和讲解 可以说是不觉奴隶 特别是六朝到隋唐 时期基本上 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 许多大师都对唯魔经 有过著书和讲学 可以说形成了法流众多 异彩分成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唯魔经对于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在六朝和隋唐时期 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思想 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 唯魔经的影响是非常大 特别对于唯魔经的著书里面 我建议大家最值得一读的 就是唯魔经的最重要的一个议者 罗氏和他的门生生造 他们为唯魔经所做的一个注解 里面是能够对唯魔经思想的发挥 可以说是非常深刻 皆有妙子 这部经典的思想特点 一般我们认为 它代表了初期大乘佛教的思想 是以薄弱空性为主导的一部论点 罗氏他是这部经典的一个译者 而且他的译本是最有名的 在中国的影响也是最大 他说唯魔经就是以不思议来控制民政 那么生造大师也认为 唯魔经的这个特点就在于观空 得说空是唯魔经的一个思想的本体 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说 唯魔经的思想特点 它是一部以薄弱空性为主导的思想 我想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也非常有关联的就是 这部经典它以不二为重 不二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在这部大经典 所以我们来看看生造大师 他在解读唯魔经的时候 他就说与终极则以不二为门 也就是说这部经典如果讲到 它最终的一个根本的话 它主要是讲不二法门的 这部经典里面有一品是专门来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什么意义 所以真正进入不二的一个终极的状态 六朝的时期啊 就是中国佛教的义理学各个宗派 对它解读的特别多 进入六朝之后 特别是禅宗传到中国之后 它对于禅宗的影响越来越大 我想这里面其中就是他讲的不二境界 他讲的唯魔节 漠然无说的这个境界 对于中国禅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不二的境界里面 我一直是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当然我们在解读这部经论的时候 先要从它的毅力的层面来理解 我们的思维的概念里面 所谓对立的概念 我们如何去骁龙它 当我们真正的要进入一种内心体验的时候 进入禅的境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说漠然无说 一种静默它本身是一个超越二元性的空间 是超越二元性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讲到禅的不可言说性 往往我们对于这个不可言说性 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理解 我觉得我们从唯魔经来看 静默的意识实际上是一个超越一切 对立内在心里的这样一个境界 所以不二的境界和漠然无说的境界 在我看来 唯魔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 我觉得对中国六朝之后的很多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 我们通常是讲我们的哲学的境界 大家先说了很多道理 最后说我前面讲的道理都不是究竟之说 都要把那些道理放下 进入一个漠然的状态 我觉得是一个最高清明的 或者说一个精神境界 非常感谢龚教授很惊讶地为我们介绍了 以旧摩罗什大师的一本传播最广 其阐述的不二法门更是佛法的精髓所在 唯魔节的漠然无说是不可思议 无所分别的绝对真理 虽然无有语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门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这个课题 还是不能离开文字像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教永复法师 是否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您的弘法过程当中 对唯魔节经不二法门的理解与体会又是什么呢 谢谢 如龚教授刚才所说的 融通对立唯不二的境界 是唯魔节经的宗旨 唯魔节经它是以佛法来说佛法 虽然说佛法就是一切法 但因为佛法与日常生活情境的用语不同 对于一般人的思考习惯而言呢 是比较难以理解应用的 首先就先理清一下 什么是二法 什么是不二法 二的意思是相对性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一个有相对性的世界 无论是什么事物 都有它相对的两边 比如有天就有相对的地 有动就有相对的静 有生就有相对的灭 有好就有相对的患 有烦就有相对的圣等等 两边的相对 这不二是没有相对性 也没有绝对性 在世间有相对性 在初世间只有绝对性 而在佛法里 它没有相对性 也没有绝对性 佛法的特色 诚如新经所说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解 佛陀为了让我们跳脱 这个有相对性存在的世间 进入法界 于是演说了 博二法门 这些有相对性的两边 其实都是我们后天 所熏习认知 也就是当我们的心 攀原在相上的时候 随相就生出了 爱 厌 取舍 等等 那由于有了这些分别心 然后运用 生 口 意 采取相应的行动 从而带来许多的困扰 障碍 和痛苦 因为 对地的态度 形成了暴力和敌意 也因为分别高下 而有了压抑 无助 悲伤 甚至于造成 忧郁和痛苦 在分别性的带动下 去追求 去竞争 产生压力 也因为害怕失败 而形成焦虑 所以 这二法 所带来的分别心 重苦 逼迫 它破坏了善根 扭曲了和乐的生活 因此 佛陀教导我们 要进入 不二法门 所谓不二法门 是以佛法 作为依据 去理解 我们这个世俗 世间的观念 方法 把不二法门 作为一种 认识 方式 把世俗 世界 理解为 不是两个 是一个 以整体包容 平等 无差别的方式 来看待我们 这个世间 所以 在维摩结经里 谈到很多 生活调试的法门 入不二法门 评理的内容 它不只是 作为现代人 调试心理的指引 同时 也可以作为 管理情绪的方法 对于修行人来说 更给予了 提升精神生活 成长的资料 同时 也是修行正道的重点 这 不二的修行方法 是最不可思议的 它不需要离开 世俗生活 也不一定 非得要在 丛林里修行 只要在世俗中 修行不二观 就可以得到解脱 也正如莲花的 出污泥 而不然 常有人认为 修行就是要在大殿 收摄修行 诵经词奏 要眼观鼻 鼻观心 才是有修行 想想 修行只是这样狭隘吗 修行 是要证明的是什么 说空话 是没有用的 要证明的是 我有没有透过 对佛法的理解 让自己心里的进化 人格 转化 验证自己是否完成了 佛法人格化呢 也就是 自己是不是成为真理的化身 曾经在台北佛教音乐会的 雪树会议上 有人质疑 佛光山败败赞颂团的展演 批评出家人登上舞台演唱 离开了神圣的宗教场域 演唱繁备 用乐团伴奏 又是灯光变化 他认为是没有修行的 面对这样子的批评 我有些看法提出 毕竟身为团长的我 有实际的参与 与体验 从负责筹办到台上的演唱 我非常肯定 大师说的 以出世的心 做入世的事业 记得那年 在欧洲巡回演出时 我在舞台上看到 坐在观众席的观众 包括修女 因听了凡贝而感动 欢喜 他拿出手帕擦眼泪 让我深深感触到 透过凡贝音乐会 竟然让不同语言体系 以及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信仰的观众们 本来是听不懂凡贝的内容 却因为这佛教 散美柔和清静的音声 竟然可以触动 他们内心深处 感动现场所有的 与会欧洲人士 佛法就这样子 在他们的内心里 留下美好的宗旨 佛光山拜拜众善团 唯妙的散美 连结了大家的心 明除了种族 与宗教之间的 对立与仇视 所以这样子的展颜 怎能说不是修行呢 唯摩洁经说 世间与初世间是不二的 超越分别 才是真正的不二中道 凡被唱中 不论是在誓院还是在歌剧院 入室还是初室 只要是心清静 就是修行 内在的修行 它不会因为人事物空间的不同而改变 如果落入二分法 生活与修行就会打成两段 唯摩洁经 并不会因为阐述空性的毅力 而去排斥有向的净土思想 如果认为初世间的向都是逃避现实 或是认为过着入世的富裕生活 对于修行没有帮助 那就是左向了 执着于初世向或入世向 这就是二 而不是不二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另外 我还有一次深刻的体验 记得在十五年前 我因为受到别人的批评 人事上的许多莫名误解 而遭受到排挤 当时内心很苦闷 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 只能无奈地忍着 目不作声 专注把时间精神 利器放在信徒服务 弘法工作上 做自己能做的事 该做的事 后来很意外的 大师竟然在佛光山徒众讲习会时 赠送给徒弟们 每人一张默宝 当时我拿到时 打开一看 沉默雷声 这四个字 让我非常的惊喜 感动 流泪 当下有一种 我的心声 竟然被师父的一笔字 给顶破了 这四个字 把我这几个月来 内心所承受的种种委屈 烦恼 一扫而空 这沉默雷声四个字 就像如雷灌耳般 把我重重的敲醒 我反思自己 虽然在这几个月 看似沉默 但内心 还是充满苦闷 无奈 委屈 这表示 我还是存有 不平 音声的表述 我明白了 原来真正的沉默 是一种内在真实力量 就如 唯魔姐的一末 有如 响雷 这自省力量 把内外的种种逼迫项 统统拧除了 并且 这沉默 也并不是完全无声 它更是具有震撼力 与说服力 在讲习会结束后 我内心灌注了 活法的力量 自觉心力 也变得强大了不少 在面对 繁琐沉重的人事工作时 总是能 转念 以安人的心 持续专注在 弘法 立生 至今 这四个字 对我来说 还是很受用的 诚如 最近有一位 十几年没见的教授 与他谈话后 他跟我说 法师 你出家 三十八年了 为什么 至今 你弘法的经历 似乎丝毫未见呢 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想 维摩杰的 一幕如雷 入不二法门的 弘法典范 正是我这一期生命 弘法修道 所学习的目标 因此 我也要向各位介绍 在 入不二法门评里 有三十一位菩萨 还有文书菩萨 以及 维摩杰居士 他们修行 杜众的内心提振 各位如果有时间 可以含毫参就 相信 大家都会有所启发 也能够提升自己生命的品质 以及 信仰 修行的层次 以上是我对维摩杰经 不二法门的理解 与体会 谢谢 非常感谢 勇富法师刚才的分享 那我想 勇富法师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现代有很多人 非常的苦恼 主要是因为 大家过的都是相对的生活 也就是 分别 你我 空有 是非 善恶等等 有了这样的二分法 世间就有了对立 这种种的妄想 分别 执着 就会生出很多的是非烦恼 生活就会有种种的苦 如同 勇富法师刚才有提到的 不二法门 就是要以 整体 包容 平等 去泯灭这些差别和矛盾 超越相对 才能见到平等的真理 逍遥自在的 般若生活 才会显现 我们也可以说 不二法门 就是这世间的道光 也是疗愈很多 现代人心理问题的良药 换句话说 不二法门 就是能够让我们 离苦得乐的法门 勇富法师刚才有提到 不二法 就是不离开 俗世的生活 也可以得到解脱 我想俗世和世俗 这两个词 其实很有趣 你看我们的身 虽然处在俗世当中 必须要做入世的事 但是只要心清净无染 就不会变得世俗 这不就是所谓的 身在红尘中 心在三界外吗 在世间修不二观 不就是要我们 以出世的心 来做入世的事吗 我记得曾经 有一个信徒跟我说 师父啊 我这辈子过得很苦 我最大的遗憾呢 就是没有出家 下辈子 我一定要发愿 出家修行 才能得到解脱 我说很好啊 我随喜赞叹你的发心 但是下辈子的事情 真的很难说啊 倒不如把握现世人生 当下如果就能解脱 不是更好吗 真正的修行 是一种心灵的进化 人格的升华 是动静不二的 如同维摩杰经理所说的 随其心静 则国土静 世间与出世间 本就不是对立的 超越分别 才是真正的不二中道 我们再次感谢 永富法师的分享 那接下来 要再请教 龚俊教授 请问龚教授 您是否能够 跟我们谈一谈 维摩杰经 对佛教思想 修行 以及佛教发展的影响呢 谢谢 谢谢治理法师 维摩经啊 我觉得他的影响 是非常深有的 正像刚刚永富法师 也提到 比如佛光山的人间佛教运动 包括特别他讲的 凡贝的演唱 我觉得这就是 维摩经不二法 在现在弘法 和佛教生活当中 很好的一个展现 所以可能对很多 一般的佛教信众来讲 好像维摩经不太像 大家经常所讲的 心经啊 金刚经啊 那么流行 我想这是有一些原因 可能是维摩经 可能对一般的信众来讲 可能读起来 也比较不容易理解 他的篇幅也比较大 这是一个方面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维摩经的思想 特别是他的 不二的思想 要把握起来 确实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对刚刚勇赴法师 特别讲到 佛光山以人间佛教事业 来展现 维摩经的不二法门 我觉得这种方式 可能更容易让世人了解 我们去读 路不二法门品那一章 其实如果对很多信众啊 或者一般的读者 刚开始读 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太好理解 跟我们通常 思维的惯性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如果在 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 去做一些同法的展示 可能对于大家来真正的理解 维摩经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面我就回到 简单讲一下 维摩经对于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 我们作为佛教思想来讲 在六朝时期 就维摩经翻译过来的时候 它曾经产生非常深严的影响 可以说当时中国佛教的理论学派 我们讲的佛教义学 几乎都对维摩经 有过非常深刻的讲学和著书 不用讲罗氏 他翻译维摩经之后 他的学派像生造啊 生类啊 道生啊 等一批我们在佛教史上 称作观中学派 他们这一派 特别弘扬中观之学 他们对维摩经 当然是有非常深刻的鉴定 甚至在当时的地论中 色论中 三论中 以及后来的天台 法相等 都对维摩经 有很好的著书作品 和讲学的内容流传下来 可以说 维摩经的著书 和讲学 在六朝和隋唐时期流行盛观 也可以说是维摩经学 达到了一个巅峰的时期 我特别在这里想 讲一下维摩经对于我们禅宗的 这个影响 过去我们一讲到中国的禅宗 不一定都会提到维摩经 比如说我们讲到早期的禅宗 比较多讲 任切经 到后面又是金刚经 再到后面又是任严经 那几部大经 当然对我们禅宗影响是非常大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真正的去深入中国禅宗的思想 会发现维摩经的影响是非常深入 维摩经对于禅宗的影响 我想主要是因为维摩经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 他入不二访门 最后是以渊莫如雷的精神 为指导是超越语言的 这个也就是所谓以不思议为终 这一点确实是后来成为 中国禅门所谓秘密之说的一个依据 我们知道禅宗虽然留下很多语路 但是禅宗的实修的境界 往往都是以不思议为终 这一点从达摩大使来到中国 一直我们到六祖慧能大使的思想经典里面 他们留下的禅法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维摩经的影响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去了解禅宗 到了宋代 了解中国禅宗最重要的一部历史的书 从景德传登录一直开始 我们禅宗瑞部所写的灯室 就已经渐渐地把维摩节的地位 提得越来越高 甚至是把维摩节居士塑造成为一个 直序七佛的恶性人物 所以我们去看宋代禅宗都写的灯室 前面写了七个古佛 接着写后面就是维摩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禅门里面 影响力是非常深远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问题就是 刚刚永福法师也提到 比如说在现在我们佛皇在弘法当中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对于凡辈 认为出家人能不能唱歌 以这种方式弘法 其实类似的一些修行观念 我想在古代就有 比如说我们在唐代 当时有所谓禅律相争的情况 就是禅师和律宗之间 也会有一些问题 进行一些不同的解读 不同的理解 特别有意思的是 禅师们经常也会用到 维摩节经里面的不二的思想 来对一些戒律的问题 进行一些解读 比方说非常有名的很多禅师 他们就觉得对于戒律 禅宗当然是主张要戒律 但是他们认为对于戒律的理解 我们也不能只是从形式上去解读 后来禅宗提出的所谓自信计 提出的解父不二的这个观念 其实都是从维摩经里面展开的 特别比如说 我们有些禅师批评 有些律师没办法从内心 从心法上面去了解戒律 所以他也批评他们是持虑致富 然后还要用这套方式去舒服别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禅师对维摩经的解释 不是他反对 他是主张戒律的一个内在化 而且他特别也运用到维摩经里面的一些思想 比如说维摩节居士对于忧婆说律的一个理解 来讲佛法讲的一个戒律 是怎么样要从自信获得一个内在化过程 所以我想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我们佛教史里面的禅律相争 在这个方面我们禅师是经常引述 维摩经的不二为说 来作为他们的一个思想的依据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惠能大师我们说他提倡的顿悟 顿悟思想其实我们在谭经里面看 有很多禅法的思想 其实都是跟维摩经直接相关的 那我们比较著名的 大家都比较了解的 心境则国土境 这个是大家讲的比较多的 那我们看谭经里面 惠能大师有提到所谓定慧不二 顿见不二 烦恼智慧不二等等 许多这些概念都是跟维摩经所讲的 不二法门是一以贯之的 所以我们惠能大师走之后 当时王维写了一个悲悯里面 他就特别有提到用维摩经的 入不二法门品来讲惠能大师的思想 他认为惠能大师的思想 很多观念都是跟维摩经的 入不二法门非常深入 在禅宗有关禅定的方面 也可以看到维摩结晶 他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重要 那么这里有点非常有意思 刚刚这个影夫法师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过去会认为禅定 是不是一定要在禅堂里面 谢绝租远 把所有外在的东西都关闭了 我们才能够来进入禅定 那维摩经的一个主张是认为说 我们就可以在生活当中 在我们平时的行住坐卧 在我们的工作 平时的穿衣吃饭等这些生活里面 我们都可以训练 从自己的内心去怎么样训练 自己的一种禅训 禅修的一种功课 实际上慧能对于维摩经的 这样一种普通话的观念 特别主张禅定是不离于见闻 而且他特别说到维摩所说的 即时获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大臣禅 我们知道维摩经里面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于大禅的一个观念 就是叫做在生活的当下 不来就是禅 从维摩经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般好像只有把自己 关在禅堂里面 才能够入定的方式 那个是小定 所以维摩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维摩节居士 对于佛陀的一些弟子 在山林里面入定 他也有过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批判 然后他特别有讲到 什么叫厌定 就是说要在生活当中 去训练一个禅定 慧能大师在谈经里面 讲的坐禅 实际上他就是这样一个观念 是一以贯之的 比如说我们在禅定 不一定是要脱离我们的生活 他说要在一切境界上 你念不起才是做 你在任何的环境下 你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 不受外界的影响 这个就是定 所以他说 即使是在你还有见文觉 知道这些生活当中 外离象就是成 你内心不乱就是定 所以这样一种 外禅内定的观念 就是所谓既时或难 海德本性 就是说你随时随地都在训练 自己不受外界的影响 去认识自己的内心 得到自己的本性 这个就是 维摩节居士所讲的厌定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地 所以我想 我们人间佛教的一个传统 过去很多批判批评 我觉得很多是站在一个 比较小层的观念上来批评 好像认为修行 就是要远离世界 脱离世界 回到一个清静的 一个场域里面 去展开这种禅法的修行 这当然也很好 但是我想真正对于 从维摩经的角度来讲 真正大成禅的一个修行的方式 一直对我们中国禅宗来讲 就是要重新回到生 在见文觉知当中 在生活当中 去训练自己 既时或难 去训练自己 在生活当中得到一种大地 我想这就是维摩经 给予我们现代的禅修也好 对于我们生活也好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非常感谢龚教授的讲解 很清晰地让我们了解了 维摩结经对中国佛教义学 以及禅宗的影响 尤其是维摩结经 对于中古禅宗史的思想形成 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该经以不思议为宗 而恰恰是这一点 被看成是禅门秘密之说的 经教一句 可以说维摩结经的思想 渗透了禅宗 从创宗到整个发展的历程中 尤其维摩结经的中道不二 执心世道场 及默然无言等思想 对于大成禅有深入的影响 甚至我们非常熟悉的 六祖谈经中的很多不二的思想观念 也是从维摩结经引申出来的 甚至六祖慧能大师 在谈经中对禅定的论述 以及主张 也是与维摩结经一致的 再次感谢龚敬教授 我们现在要再来请教永妇法师 您在清净心灵大师的过程当中 大师又是如何来体现这些精神 并且实践的呢 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的 刚才龚教授提到 慧能大师顿悟说的种种不二的观念 都是从维摩结经中引申出来的 可见大乘佛教主要是强调中道的思想 所谓去除对法的执着 但不去其法 这也就是心云大师对维摩结居士 生活实践的看法 是一种融合的人生观 心云大师的人我一体思想 是基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立场来说 他强调人我一体的人生观 要建立在生命当下的实践中 因此 大师总是鼓励我们 在生活中 透过行三好四给五合 用实际行动 化解现实生活的消极层面 化解怨恨 消除对立 消除绝望 并且还要致力于增加 积极向上的力量 我想 这世间一切的形成 都有他因果关系 现代的人之所以不能幸福圆满 就是因为把别人跟我划分开来 你的不是我的 我的不是你的 因此 心云大师提出 是别人的 都是自己的 他认为 维摩结居士实践的是一种融合的人生观 从融合事理的角度来看理和事 大师说 在事项上 会有种种的分别项 而在理论上 是可以达到一种 拥有与享有的平等观 也就是 在事项上 是有差别的 在理论上 是有共通的 大师认为 维摩结居士 能够成功地运用 佛法智慧 提升 进化 世俗生活 就是在于 他拥有 融合的人生观 在生活中实践 他以整体包容的方式 看待 外在的人事物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去建立 正知 正见 记得 当时 我决定出家时 找大师面试 师父 出了一道题目 他问我 博光山是谁的 我很肯定地回答 博光山是我的 师父很满意地 点头答应 收我为弟子 大师对我说 因为 是我的 所以能 修妻与共 博光山的一切 都跟自己 有关系 那么也就会 心甘情愿 完全投入 为他而 努力奉献 这一句 博光山是我的 是大师 在我初出家 对修道 态度的启蒙 出家 38年来 在大师的身上 处处都看到 他体现 圆融无碍的价值观 在2009年的 图众奖席会 大师送给 与会一千多位 弟子及学生 每人 一张 他 亲笔的 墨宝 那时 承办人员 并没有依照 大师的指示 让大家挑选 儿子采用 随机方式 领取 当 师父知道后 在课堂上 很严厉地 当众告诫 承办人员 他一生 都是 努力 把最美好的给人 这句话 深深影响了我 以后 我也要把 最美好的给人 当我被调派到 香港任职之后 有一次 到法堂 向师父报告 香港 鸿坎体育馆的活动 我们是如何 安排工作 以及信徒们的 反应回响 师父 就对我说 永父 做事 要做到 皆大欢喜 这里面需要 多少的修行 顿时 我内心 有一种 很深的感触 师父 他一辈子 都在做 皆大欢喜的事业 在待人 处事的过程中 要让每一个人 都欢喜 这实在是 太难了 师父说 要把最美好的给人 那不就是 解决问题了吗 是的 把最美好的给出去 自己也能安心 并且 能与 散美相应者 也会是 有缘人 就算不相应的话 也能种下 散美的 因缘 这不就是 大师他 皆大欢喜 融合无碍的 观点吗 星云大师 人间佛教的修行 就是要弟子们 透过各种 人事物的因缘 把散美 给予他人 与社会 将不可能的事 变成可能 师父 总是不断地教导我 要扩大心量 做大事业 办大型活动 给人因缘 本来 我是在 本山 人事事服务 突然 师父要我跟他 赴汤 到火去 我毫不思考 马上说 好 没几天 我就 调到台北 佛光会 中华总会 担任秘书长 一到任佛光会 大师就指示 要募集 两千位 慈悲爱心人 在台北市 宣誓 大会时 集合 各佛教团体 各宗教代表 及政要贵宾 有来自全台的八万民众参与 可以说是盛况空气 同时也推出三好运动 训练 佛光会员 不要怕粗丑 害羞 勇敢穿起 插上四肢 中子起的背心 配上腰带音响 手敲着锣 走入市场 火车站 人行 积极处 对民众宣讲 日行一散 花船家宝 这三好运动的延伸 更是举办了慈悲爱心列车 巡回讲演 研讨会 为考生服务加油 云游会等等活动 而我们办那么多的进化社会大型活动 大师从来没有向政府申请过一毛钱 这并不是佛光山有钱 而是大师认为 佛教要能给 并且要在给最好的过程中 让民众肯定佛教 大师这种不计较的融合不二观 让我很受用 星云大师一辈子都是为了佛教 他一心希望佛誕节能成为国定假日 佛教要更有效的去推动社会进化人心的事业 必须是要被政府与民众认同的 因此大师为了争取国定佛誕节 指示我要到政府部门一一拜托 两百多位的立法委员 支持我们国定佛誕节的提案 同时我也跟随大师走访全台 各宗教界代表 我看到大师不计身段 不厌其反的对各宗教领袖 说明拜托 我非常感动敬佩大师的睿智 他为了佛教 他什么都可以牺牲 他什么都可以不计较 最后在大师的奔走努力带领下 有社会贤达以及百万名佛教徒 同时站出来签名连署 大家凝聚力量 向政府申请立法 终于在1999年 终于在1999年经立法院通过 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也不止如此 后续推动佛誕 大师也提出 要我们去进行佛誕餐 佛誕饼 佛誕卡等等的佛誕相关食品用品 为什么呢 因为要带动社会的商机呀 唯有借助生意人 形伤魔力的因缘 佛誕节才能够 进入社会的节庆中 成为民众生活与文化 不可分隔的一部分 那佛教净化心灵的效用 就能够完成 这种智慧的红法方便 就是大师不二观的体现 过去在香港红法并不容易 香港人对于出家人的印象不好 因为香港人爱独马 认为看到光头的出家人 就会输光光 所以计程车司机看到出家人 举手要搭车 就会飞车而过 不愿意站 大师知道后 就吩咐我们 在香港的僧众弟子们 要多给司机小费 这个小小的举动 发生效果了 几年后 我们的一位法师搭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知道 他是佛光山的法师 竟然不愿意收钱 他说 星陵大师我认识啊 我们计程车队 都有对奖机 每次在到佛光山的法师 他们都会给很多小费 拿到的司机就透过对奖机传开了 大师 他曾在 宏刊香港体育馆讲演 说出家人是财神野 因此 现在我们看到出家人 都很乐意在的 各位 我从 给司机小费的事件上 看到 由于大师的慈悲 智慧 翻转局势 这一来 计程车司机有钱赚 我们出家人 有计程车坐 大家皆大欢喜 这就是 星云大师 不二观的体现 对于 这个提问 最后我想 做个结论 星云大师认为 世间的一切 都是 大中有小 小中 融大 一中有多 多 就是一 只要我们能以一个 普遍的 平等的 恭敬心 尊重他人的人格 这就是 不二的价值观 也是一个 融合的 幸福人生 以上 是我所看到的 星云大师 他对 融合不二观的 精神 与实践 谢谢 非常感谢 勇富法师的分享 刚才勇富法师有提到 大师认为 唯魔结局式的 生活实践 是一种 融合的人生观 从众生皆有佛性 到人我亦如 以众为我 这不仅是一种 思想的认知 更是生活的实践 不知道大家在 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过 这样的两种人 第一种人呢 用太过入世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他们经常会说 什么都是我的 另外一种人呢 用完全出世的态度 来对待人生 他们会说 什么都不是我的 这两种人 执着于 有无的两端 不能将其融合 太执着于 有的人生 固然是很辛苦 但是太放弃 太空无的人生 也未免太过消极了 其实啊 最好呢 是能够将两者融合 也就是说 世间什么都是我的 也什么都不是我的 以出世的思想 做入世的事业 以享有 但不占有的态度 来生活 来奉献社会 不就能自在解脱了吗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上 彼此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都是互为因缘的存在 所以自他不二 人我亦如 别人的事 其实也就是自己的事 如果能常常这样想 又哪里会有种种的分别呢 正所谓万法亦如 众人一体 这不正是佛陀的本怀吗 大师说 我这一生都努力将最美好的给人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因为能一众为我 人我亦如 所以不管是洪堪体育馆的讲座 慈悲爱心人 国定佛誕节 还是香港的计程车司机 大师都能用皆大欢喜的不二观 把握当下的每一个姻缘 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 在给的过程当中 成就了无限的欢喜 也结下了无量的善缘 面对世间的好好坏坏 我们真的应该要学习尊重包容 同体共生 所谓法界一心 只要心能包容 不仅佛光山是我的 一切众生也是我的 远一切法界都是我的 如果人人都能像 维摩节居士一样 有不二的人生观 那么相信您一定能够 日日都生活在法喜之中了 让我们再次感谢 永福法师的分享 今天的课程即将接近尾声 在结束之前 我们要最后再来请两位语谈人 跟我们分享一下 维摩节经这部经典 对您的人生最大的启发 又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请龚俊教授 确实刚刚听到永福法师 关于大师的一些介绍 也让我非常的触动 我刚刚就在想 佛教讲气礼气机 包括刚刚讲的 在香港计程车的那个事情 我觉得 这不仅气礼而且气机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 把佛法要运用到生活当中 刚刚讲不二法门 最重要的是气礼之后 还要气机 我们禅宗以前讲 有些禅师能够得到他的体 但是要得到他的用很难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讲不二法门 其实它的难处就是在生活当中 要能够恰到好处的去妙用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修行 而且是一个要非常难的修行 我想我们在道理上 在理路上来理解这个 不二法门 还可以在哲学上可以讲清楚 但是要在生活当中 在每一个当下 能够把它用出来 需要真的高度的智慧和勇气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真正的行经 我们佛教叫行经 就是把不二法门在生活当中 在每一个细微的事情当中 能够把它不入痕迹的妙用出来 我想这个就是不二法门 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个人在读维摩经的时候 当然我个人喜欢的点非常多 但是其中关于不二法门 刚刚诸位法师也都有特别提到 讲以出世的精神 做陆式的工作 这个也是我从维摩经里面 我自己非常受益的一点 因为我们还在学术界 在世俗生活里面 还有很多我们的工作 怎么又把我们的工作和研究 能够从这里面能体会佛法的精益 这个对我们来讲 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就比如说我们做佛学研究也是 一方面我们要有世俗学术的一些规则 但是怎么融合真正佛法里面 那样一些超越世俗的观念 在世俗的这种学术规则之间 做一个融合 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真正的 维摩经所讲的不二法门 在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要让我去逐渐的体会的一项事业 我想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些 对于不二法门的一些体会 谢谢龚教授的分享 确实世间出世间本是不二的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在生活当中 实践不二法门 那我们再有请勇富法师 也就这个话题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发现我与龚教授很有默契 因为《维摩结经》给我最大的启发 也是入世及出世的不二思想 从人间佛教菩萨行来说 一位菩萨即使已具有悟道成佛的功德质量 但是他却愿意流祸润身 在人间陪伴众生 如《维摩结经》说 众生有病 是从内心的爱质鱼吃而来的 菩萨生病是因为众生有病 他为了帮助众生恢复健康 而选择与众生共同 生活在苦恼的世间利益友情 作为使命 这就是菩萨的大悲行 在《星云大师讲言集》里 提到《维摩结》有个 就自杀少女的故事 当他知道少女跳河原因之后 《维摩结》对少女说 人有两个生命 一个生命只是想自己 是自私的生命 刚才跳河的那个自私的生命 已经死亡了 现在我救起来的是第二个生命 是为人的 忘我的 是为社会的 为大众的 这个观点启发了我 不需要离开世俗生活 也不必强调要在丛林里修道 只要在人间修行不二观 即使带着人间的痴与爱 带着众生的疾病一起修行 那么也能够解脱正当 所以我要把握人间有先的生命 其见随月道常 大作空花服饰 永不厌倦的持续者 让佛法的无尽灯 进未来季 永不显灭 今晚 《维摩结经》讲座的结束 并不是结束 而是我们要依循 《维摩结经》的宗旨 开始自立于菩萨行 那么就不辜负 《维摩结》 及诸佛菩萨的 殷切期盼 谢谢大家的聆听 也祝线上的各位散知识 及您的家人 能够身体健康 少烦少脑 和家平安 吉祥如意 欧弥陀佛 感谢永不法师的分享 您刚才提到 即使带着人间的吃与爱 众生的疾病 修行也能解脱正道 我觉得这句话太震撼了 菩萨制不住生死 背不住涅槃 如是修行 我们相信 生命一定能够在轮回里 就得到解脱 再次感谢永不法师 在今天的课程 即将圆满的时候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 今天的两位语坛人 在百忙之中 博荣参加今天的座谈会 在今天的这场维摩会中 我们探讨了维摩结晶的思想特点 以及对佛教思想 修行及佛教发展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 我们讨论了不二法门的生活实践 所谓不二 不是两个 不是对待 而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世界 懂得不二法门 就能将世间的很多矛盾 都统一起来 也能将很多的差别 都融合起来 唯有进入不二法门 逍遥 自在 解脱的生活 才会现前 唯摩结居士 是一位在人间修行的大菩萨 他把佛法与生活结合在一起 在红尘中建设净土 唯摩结居士 到底是谁 新云大师说 所有信佛 学佛 行佛的人 通通都是唯摩结居士 我们今天的唯摩会 到此就圆满了 所有在线上聆听 这场讲座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也能成为 唯摩结居士 成为不二法门的行者 今日已会 无限未来 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 不二法门的快乐人生 祝福大家 如果您有任何的心得 也欢迎在留言区 与我们分享 让我们将今天的唯摩会 延续下去 12月1日 我们将邀请到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馆长 如常法师 以及中国计量大学 邱高信教授 共同探讨 华严经的圆容观 主持人是佛光山 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 妙凡法师 精彩可期 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个月一号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